产品的命名 产品的命名一直都是每个产品很花时间的一件事情 在我们决定了上市发行时间的计划之后 研发的同仁跟营运同仁就开始一起讨论 怎么样来为我们产品取出一个想亮又好听的名字 那我们一开始是先针对公司所有同仁去 征求大家来创意发想取名自己活动 第一次收集了两三百个名字 由于我们的游戏是以学院为题材的主题 就有很多类似像是魔法学院、魔法物语、五星骑士、梦幻故事 这样之类的名称出来 第一次的讨论当中虽然有挑出几个觉得还不错的名称 但是最终觉得这些名称还是没办法 让我们觉得它能够代表我们产品的一个味道跟故事 所以我们又做了第二次跟第三次的讨论 虽然多次发想这些名称 可是总是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好的成果 后来还是企画的人回到故事的时候发现 我们的主成叫做希望之光 这名字不是也很好吗? 最终大家就一致鼓掌通过了这个名字 因为这个名字确实能够代表我们对产品的期望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产品是一个充满希望、快乐、和平、娱乐的一个游戏产品 一开始其实我们就从两个方向在思考这个问题 游戏的题材影响到我们在设计很多内容的时候的一些考虑的因素 譬如说比较常见的东方武侠风 也是我们一开始曾经想要做的一个方向 武侠的题材在台湾、中国、大陆这些地区都还蛮适合的 大家对于武侠小说像金庸这样的作品都非常的熟悉 但是最近这样的作品又相当的多 事实上我们团队的成员对于像魔法这样的题材 其实是更能够掌握的 像这几年来魔戒、哈利波特这些关于魔法的题材 逐渐广为大众所了解 那我们觉得这样的题材 比较能够把我们设计的精神表达出来 所以最后在经过一些讨论之后 我们最终就选择了以魔法为主要的一个方向 那学院的风格最主要还是要考虑到说 我们希望产品是能够轻松的 让这些学生们能够进来游戏中玩 那学院的题材对他们来讲会比较亲切一点 那亲切是我们在设计上一直要考虑的因素 对于职业的设计 我们一开始其实准备创造八种职业来在游戏中进行 那后来在归纳了这些魔法的元素设计的理念之后 我们最后把它浓缩成六个 过去我们在很多游戏里头观察到 辅助性职业其实是常常成为玩家诟病的一个项目 因为一个辅助性职业在游戏中的表现 在需要的时候需要他来 但是不需要的时候常常就把它踢走 使得玩这样角色的玩家常常变成别人的包袱 所以在我们的游戏中并没有纯粹的辅助性的职业 我们在传统的设计上里面先截取了像 剑士、卫士跟法师这样的职业设计 这是大家习惯用的 那我们同时也增加设计了几个 我们觉得比较特别的部分 包含枪手、植物使跟工匠这三大体系 像植物使是一个专门懂得控制植物的角色 他的法术能力也特别能够控制植物来捆绑敌人 攻击敌人这样的一个行为 枪手则是擅长使用装备跟魔法的结合来 控制他的那个能力 那工匠则是在一个技艺的训练达到顶点之后 他能够有很好的发挥的空间 那这几个职业都是我们特别设计出来 想要表现出一个产品的特色 几个职业我们还特别设计他们的动作 因为在我们的游戏中 希望动作的表现能够比以往的游戏能够有更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动作设计会比较长一点 玩家也许会觉得整体的那个战斗速度 没有像其他游戏那么快速 但是他的动作表现却是值得一提的 譬如说我们的枪手在开枪发动大型的招式的时候 他会跳起来往后空翻一下 这个表现都是我们特别设计出来 达到一些特别效果 一个游戏的环境必须要有更活泼 更多的故事内容来衬托 大家对于这个游戏才能够有认同感 才能了解我们所设计的环境故事本质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就替我们的每个职业都创造了一个有名的角色 在游戏中虽然不见得会直接出现 可是他们却是过去曾经在这个学院里面生活的人 透过他们过去的故事 逐步呈现出来的过程中 可以让大家能够理解到说 其实我们的学院的生活环境 整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感觉 透过他们的生活点点滴滴 大家也可以对这些职业 跟整个世界的环境 都能有更深刻的体会跟感受 游戏的特色的部分 我们这次创造一个叫做奥迪卡的系统 其实每个游戏如果从根本来看 本质都是战斗练功做任务 光看这些本质其实趣味性根本不存在 但是我们会在这里面找出 玩家觉得会好玩的地方 过去许多游戏的战斗模式 都是不断的施放技能 击倒怪物 在这个过程中 它并没有什么需要考虑的 只要用最强大的技能来施展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其实对于玩家来讲 它并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乐趣 我们觉得在这些战斗的过程中 应该需要有更多判断思考的一个空间 做决策的时候产生好的效果 在游戏来讲才会产生更多的趣味 所以我们设计了奥迪卡这样的一个绝招系统 奥迪卡是需要透过技能的指定顺序 发动之后来引导 这个绝招的效果很强大 如果能够善用这个奥迪卡的绝招 就能够有效的击倒怪物击倒Boss 甚至于避免自己受到伤害 不同奥迪卡的效果不一样 有些侧重于防御的加强 有些侧重于群体的攻击 譬如说摩蝎座跟射手座 都是群体攻击的技能 这几个绝招它都有各自的强度跟特性 正确的使用对的奥迪卡 可以使你的战斗效率有效的提升 我们的挑战副本的计分的方式很重视时间 使用的方式如果正确 你的时间提高的5秒10秒 就可能可以让你的平等从A级变成S级 得到更好的奖 其实我们游戏的开发的进度 在去年9月左右就已经可以进行测试 但是为了考虑到我们自己开发的过程中 有时候对于玩家的想法不见得能够很有效的掌握 所以就开始进行玩家的试玩跟座谈会 我们在9月份开始进行第一次的先方玩家测试会 大约邀请20-30位玩家进入我们的游戏去试玩 也举办座谈会邀请他们来跟我们聊聊说 他们觉得我们游戏做的哪边比较好哪边比较不好 这样的工作其实使得我们整个产品的开发时程延长了蛮多的时间 去年9月开始做这个事情之后 后续的开发进度其实受到蛮大的影响 因为玩家的意见其实相当的多 我们必须截取这些意见的重点 把它重新再做到游戏里面去做修正 这样花的时间其实蛮长的 所以大家会看到说 我们现在实际上是要拖到这个时间 但是其实我们早在5月前就已经拿出版本来做测试 我们并不后悔这样的做法 因为只有多请听玩家的意见 去根据玩家的需求来做调整 游戏才能变得更好玩 更符合玩家的需求 其实完成一款游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历经了两年的努力 我们希望能够打造出一个 快乐和平有趣好玩的游戏环境给各位玩家 当然这期间是非常多同仁努力的成果 整个团队三四十个人 虽然不敢讲说负眠不休 但是也是要经历很多加班的 最近每周大家都是周六周日常常常常常常来上班 基本上没有休息的时间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邀请大家一起来我们游戏中 看看我们有哪里做得不好的地方 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建议 我们能把游戏做得更好 因为做出一个好的游戏 让大家玩的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cent族 祝福 祝福 Antra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